夜书所见 送夜少翁 萧萧无夜送寒生 江上秋风动客情 只有儿童挑猝之 夜深梨落亦灯明 夜书所见 送夜少翁 萧萧无夜送寒生 江上秋风动客情 只有儿童挑猝之 夜深梨落亦灯明 夜书所见 一文 瑟瑟的秋风吹动梧桐树叶 送来阵阵寒意 江上秋风吹来 不禁思念起自己的家乡 然看到远处篱笆下的一点灯火 料想是孩子们在捉蟋蟀 一二两句写解 借落叶飘飞 秋风瑟瑟 寒气席人 红托游子漂泊流浪 孤单寂寞的凄凉之感 三四两句写儿童夜捉蟋蟀 兴致高昂 巧妙的反衬悲情 更显客居他乡的孤寂无奈 这首诗写积履相思之情 但作者不写如何 独膝孤管思念家乡 而着重于夜间小景 劫后迁移 景物变幻 最容易引起旅人的乡愁 作者客居一乡 静夜赶秋 写下了这首情思婉转的小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